大家記不記得,在2019年時,世界頂尖的預測顧問機構牛津經濟研究院曾經預測 去到2022年,Brisbane很多地區都會提高它的入場門檻 而且很多區也會晉身百萬區樂部 其中Roschdale他們預計會增加得最多 他們會猜,去到2022年,Roschdale的樓價中維數會達到1.19ml澳子 果然,牛津這個神預測是很準確的 Roschdale果然是晉身了Brisbane南區的一個富營區 截至今年6月,Roschdale獨立屋的中維數已經超過之前的預測 去到161萬澳子 而公寓樓價的中維數已經升到84.2萬澳子 這個樓價其實跟很多適利和物議本的富營區差不多 同時,澳洲官方人口數據也顯示 在Roschdale住的華人基本上是佔了整個Support的一半 在Roschdale的地區真是少之有少 這個就是我們Brisbane南邊最後一塊項目 這個項目是一個很大人的地區 可以建1,500間房間 這個賣點是一個很有規劃的社區 而且它還有一個環區非常近Brisbane的市中心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這個區有多麼有規劃 我現在身後就是Rosch的一個比較火熱的樓盤 叫做Abrise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樓盤有很多居民 很多小朋友的家庭都是在那裡住的 來到這裡認識到我新朋友 我們室外也會打冰箱波 所以我們來到就當然要打冰箱波 讓我們去看看 目前是開工很到了第五期 基本上前面的四期都已經是sold out 是賣得很快很快的 華人喜歡住Roschdale是不用自然的 因為除了華人之後 一些本地比較年輕和精英的分子都很喜歡在 Roshdale 所以生活在Roschdale的居民中,很多都是專業人士、百嶺、管理層 而這些佔的比例是有67% 精英當然是收入高,住在這區的家庭年收入 在18萬以上來說是佔最多的比例 是超越了布里斯坡的整體平均水平 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富人區 究竟有住Melbourne、Doncaster、Sickley Chester 之稱的Roschdale 為何它的樓價會升得那麼快? 究竟是甚麼因素令到這麼多精英都會墜居在這裏? 我們今集會為大家揭曉 大家好,我是澳洲Ellison老師 我是頻道關於澳洲生活、澳洲理財和澳洲房產的 我在澳洲極少數的地產代理 是同時持有會計師和律師的專業資格 我和團隊的目標是為你打造高回報和合法省稅的投資組合 全方位保援你的資產 我亦都是澳洲買樓打造財務自由的作者 以下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意見的分享 並不構成任何投資的建議 需要預約我們一對一資訊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的info box裡面 去找到Invest with Alison這個網站 再在上面選擇你適合的時間預約 我們首先現在來看看地理位置 Roschdale這個區是靠近昆州的主要交通樞樓 M1、M2、M3的高速公路交匯署 基本上無論你去市中心或黃金海岸 都是開車一條路都可以到達 而我們這個樓盤是因為它的交通便指 基本上5分鐘就可以去到高速公路 20分鐘就可以馬上去到市中心 去Brisbane的機場也只需要19分鐘 開車去黃金海岸也需要1小時左右 除了開車之外 Rosch有公安交通工具 當然也是十分之方便 我們在樓盤出發5分鐘就可以去到8 Mile Plains的交通總站 可以坐公共安交通工具直達City 雖然現在由Roschdale去市中心和其他地方都很方便 但Roschdale這個交通是正義求證的 他們有更多交通正在極力升級 例如早在2017年布里斯本用了12.44億的澳指 去開展Brisbane Metro這個項目 全長是21公里覆蓋18個車站 在一星期一到星期七都是不間斷地營運 其中Roschdale會建造一個新的電車站 這個電車站將會佔地超過10公頃 將會成為澳洲最大最先進的設施 每一輛車都是用先進的電池燃油 去零廢氣地排放 最多是可以乘載150名乘客 這個電車位置主要是在Roschdale學校的完善 不僅是可以令住在Roschdale的家長和學生有更多選擇 亦縮短了住在Roschdale的人 去Queensland大學、Riffith大學、Garden City 以及Brisbane市中心的行車距離 當這個電車站完成後 我們在樓盤開車4分鐘就到 非常方便 而這個電車項目大概在今年便會完工 當然,多華人住的區域,教育也非常優秀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區域大部分都是精英人士 它的教育程度都比較高 超過半數居民有Bachelor或異常學歷 遠遠高於昆治蘭州和整個澳洲的教育水平 我們這些澳洲的精英當然對自己的小朋友教育也很重視 Roschdale有很完善的教育配套設施 例如公立學校Roschdale State High School 和一些私立學校 其中,Roschdale State High School排名是很前的 還在Brisbane南區一些比較少有教授IB課程的小學 而且這裡還有一間很厲害的精英私校 就是叫做Redeemer Lutheran College 這間私校是很多Brisbane高收入家庭的選擇 因為它是整個昆州的Top 3中學 亦被認為是Brisbane最好的私立基督教學校之一 它在2022年有33%的學生 在澳洲高校達到90分以上 基本上這裡有很多學生都可以進入澳洲的八大 難怪有這麼多精英家庭會在Roschdale 而且這間精英學校就是距離我們這個樓盤4分鐘 難怪Arise這個樓盤吸引了這麼多Brisbane的有錢家庭在這裡住 除了小朋友讀書以外 對於家長來說買菜也是很重要的 Roschdale就是一間網紅店 就叫做Roschdale Market 現在我在Roschdale Market Roschdale Market在Roschdale大名鼎鼎的市場 很搞笑的 一進來螢幕上已經有廣告告訴你 那些3kg的橙是多貴 那些蛋糕是多貴1kg 很有趣的 Grain Bean是1.900kg 這裡真的非常有趣 那我們看看裡面是不是這麼便宜 這裡的山果很便宜 又齊全 果然有很多華人面孔 目測其實這些東西比超級市場便宜 難怪這麼多人來 如果大家買完新鮮梳果 想去商場逛街的話 其實Roschdale真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商場 任君選擇 南洲拉麵整個澳洲周圍都是 真的很有名 除了南洲拉麵之外 這裡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亞洲店舖 例如是壽司 還有這個新上海 這個新上海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這個湯麵 我現在好餓 我其實為了拍片 就是今早9點都吃過 現在6點多都還沒吃 還有我們的華人 還有卡拉OK 我們看看怎樣收費 這裡很划算 很划算 48元一個小時 很划算 唱兩三個小時 什麼都夠 還有去Happy Hour 有任唱兩小時 如果你不用唱卡 你在這裡都可以玩 就好像我們香港的美國 冒險樂園一樣 什麼都有 看到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東西 我很開心 我一定要吃 我一定要吃 很肚餓 我們現在就來吃一頓飯 這個是Brisbane客戶 推薦的中餐廳 好了 來到環區 當然要在這個區 一個出名的餐廳吃 這間就是雨線 我其實有些客戶 都叫我在這裡試 所以我們今天 就一起來看看 這間雨線的酒樓 有多好吃 一進來就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擺設 就是這個冰馬蓉 還有就是這些小小雕塑 其實從這些細節看到 這個老闆應該很用心 去佈置這間餐廳 大家如果來喝茶的話 這裡是任吃飲茶 39元 這個香港之餐有齊了 我在香港最愛吃的甜心 我們第一次是牛排葉 非常喜歡吃牛排葉 很開心 在洛杉磯那裡住 真的開心 可以經常來喝茶 這個是香港來的 還有我們的 烏米雞 很棒 這個很像 這個很棒 現在跟香港搭 我的糯米雞差不多 我可能住在香港人 全部都是香港原身的 還有不能做的就是燒賣 如果大家吃完飯 再想去逛商場的話 其實我們由樓盤 出發 向北開車10分鐘 到一個Brisbane南部最大的購物中心 就是我們的 Westville 曼 Grafford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商場是有大型超市 街居用品店 K-Mark 我現在就在這間Westville 裡面的Maya 這裡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牌子 例如是 不同名牌子的香水 還有化妝品 衣服鞋襪等等 都可以在這裏找到的 當然 如果大家想買些 價廉納利的衣服的話 其實都是有Sara這個牌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雙的衣服很便宜 很多都是29元 39元而已 連一件冬天的羽絨 都是79元澳幣 真的好划 咦 大家看看我發現了什麼 這個大商場 竟然還有一個亞洲美食街 八號胡同 大家可以看到了 哇 十吋的薄餅 都是15.9元澳幣 好划 還有鐵板燒 廣式叉燒飯 越南河粉 韓國料理 還有我們最喜歡的奶茶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小食街的整體裝修風格 都是很有氛圍的 我在這個美食街那裡 我完全不覺得自己是Westfield 因為它給了我一種 可以在街邊的小巷吃飯那種感覺 是很奇妙的 它的裝修真的很到位 另一個原因 大家那麼喜歡Rochdale 就是它很接近我們 大名鼎鼎的華人區 Sunny Bank Club 我們在Rochdale向西 駕駛15分鐘 就可以去到Sunny Bank Plaza 哇 一進門口 就是一個很大的Westfield 看來這個商場 真的很想我按錢消費 好了 我們看看 這個商場真的什麼都有 一上電梯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澳洲最大連鎖的電影院 這間電影院 不單止有很多電影 而且更新得很快 最近上映的電影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繼續走 華明環區 當然有很多東西 都是給我們還的 例如是會講中文的家庭科醫生 牙醫等等 這裡就是我們的肉粥店 就是這個韓國的化妝品店 所以我們Sunny Bank這裡 除了適合環住 還有很適合其他不同亞洲 其他國家的人在這裡住 既然這裡是布里斯本最大環區 當然是不自己一個商場 Sunny Bank是很大的 除了Sunny Bank Plaza 還有一個Market Square 我們現在來到Sunny Bank Market Square 這裡什麼都有 例如是牙醫 泰式按摩 還有就是不同亞洲國家的美食 好了 逛逛逛 看到一個露天商場 全部都是很適合我們 還口味的小食 而我身後就是一個香港小食店 這裡真的很多人 基本上找個位都很難 大家看看看到什麼 剛剛看到一間 2024年的澳洲雪糕比賽總冠軍 很多人排隊 當然要趁熱鬧 別人拿了獎套 你也不試 作為士多啤梨的狂迷 當然是吃士多啤梨味雪糕 這個就是ergrain tea 這個東西來的 個人也是喜歡士多啤梨味 極力推介 極力推介 這個是Sunny Bank 一個很出名的華人超市 經常都爆發 很多人在這裡 原市行超級市場 這個是很多人在附近住 或者就算不是在附近住 都會駕車過來買東西 因為太出名太大了 我們繼續看看 這裡是應有盡有的 還有從小吃到大的出錢一丁 如果大家想買碗和碟 這裡也很多 在我背後還有很多蒸籠 所以看完這裡終於知道 為什麼這裡這麼受歡迎 因為基本上 什麼都有 你要的主食用具 全部齊齊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 我們可以有香 金銀衣紙等等 是全部齊齊 非常適合華人居住 所以說 如果你很喜歡購物的話 住在Roschel 無論你是向南渣 向北渣 或者向西渣 都會有大型購物 距離我們Brisbane最大環區 Sunny Bank 都是駕車10分鐘 所以Roschel 是很好住的 Roschel除了商場之外 它的醫療設施 都很齊全 除了我們周圍都會見到 懂得說中文的醫生之外 我們還是近很多醫院 就例如 Sunny Bank Private Hospital 和我們QE2 Jubilee 的醫院 而且如果你要上班的話 距離我們Roschel 2.5km 駕車10分鐘 我們都會去到 Queensland 南邊最大的商業區 就是我們的Brisbane Technology Park 俗稱 布里斯本科技園 這裡有國立學院 NIET 以及Wurfs 總部 這裡是超過180間企業 與院校的機構 還有持續的規劃 擴張 科技園 是商業文化的一盤大棋 是一個為期十年的發展 幾乎可以看到 未來將會有更多 圓圓不斷的科技人才 中業人士 還有創業的人 湧入Roschel 這區 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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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亦是上漲到950元 澳市一星期 就連工業租金 都是高達760元 澳市一星期 而它的空置率 亦只有1.29% 是低於Brisbane的 如果大家對投資有興趣 或者疑問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互動 如果大家想預約我一對一的諮詢 歡迎WhatsApp 或者Email我 或者可以去我的網站 investwithalison.com 預約一個時間和我對話 多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